我带几岁的妹妹搭飞机时 她很不高兴 姐姐 之前的飞机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坐的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 妹妹说的是她的玩具飞机 我笑着哄她 因为咱们家的飞机小 所以只能搭你一个人 现在飞机大 就要搭很多人啊 我本以为只是一次小插曲 没想到被同期的男同学林继阳听到了 她把我当成是隐瞒身份的附加千金 对我穷追不舍 发现我的真实身份后 她带着我去潜水 然后将我永远留在了海底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发财了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她刚对我展开追求的时候 洛洛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睁开眼 发现自己站在林继阳的面前 她在林继阳脸上温和又关切的表情 回想起前世 她把我留在海底的猙獰嘴脸 我差点吐了出来 我忍下心中的恨意 挤出笑容 没事 我妈来消息了 说完 我背过身 避开她的眼神 掏出了手机 然后努力平复心情 我的父母开了家小超市 收入还算不错 吃喝不愁 但离父女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还有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妹妹 她漂亮可爱 嘴巴还甜 我们都很喜欢她 之前爸爸给妹妹买一架玩具飞机 可以坐在里头的那种 妹妹很喜欢 经常都要搭飞机 我陪着她玩了好几次 她小小年纪 就已经了解搭飞机的流程了 之后 我独自带她飞去另一个城市 飞机上 妹妹看着那么多人 有点惊讶 还有点委屈 姐姐 之前的飞机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坐的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我是笑 哄她 因为咱们家的飞机小 所以只能搭你一个人 这个飞机大 所以要搭很多人哦 妹妹很快被我哄好了 又露出了笑容 我本以为 这只是一次玩笑 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可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当真了 当时 林济阳和我搭成同一班飞机 而且还刚好在我后面 将我和妹妹的玩笑话当真了 林济阳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但我们的关系普通 平日里都没什么来往 飞机事件后 她对我就热情多了 后来更是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前世我不清楚她的心态变化 还以为她喜欢我 被追求一段时间后 我便答应了她的追求 对外官宣网的关系 还将她带回了家 她知道我家庭情况后 态度大变 之后 她约我出去旅游 之后更是将我留在了海底 我这才知道 她本来以为 我是能开私人飞机的白富美 所以才会对我这么殷勤 可没想到 我竟然是冒牌货 因为追求我 她错过了追求 真正千金大小姐的机会 她错失了一步登天的大好机会 所以 她才要杀我 我只觉得可笑 我从来没说过 我是有钱小姐 平日里的衣食住行也很平常 就是普通女大学生的消费 她自己听信了我和妹妹的玩笑话 自呼自来追求我 之后又破防翻脸 如此儿戏的做法 让我失去了生命 这一次 我要让她付出代价 我整理好心情后 拿着手机转回身 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 怎么了 林济阳忍不住问道 我妈刚出国旅游去了 刚发消息问我要什么礼物 我在纠结而已 出国 林济阳的眼睛顿时亮了一下 明白她在想什么 我心里冷笑 她家境比我差不少 父母连省都没出国 更别说出国了 我有点高兴 又有点头疼 是啊 她又跑出去玩了 还问我要哪个包 我晃了一下手 手机的页面不经意地转向她 这是一个价值数万的奢牌包包 上面的logo十分清晰 是大家都认识的品牌 我将手放下来 一脸甜蜜的苦恼 两个包包都很好看 我都不知道选哪个了 她玩笑道 这有什么难的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都要 我眼睛顿时一亮 对啊 我为什么要做选择呢 当然是都要啊 说完 我便发出了一条语音 妈 我不选了 我都要 林济阳不知道的是 这消息刚发出去 立刻就被我撤回了 我拿着手机 很快没开眼笑 又发了条语音 谢谢妈咪 爱你哦 我等了一会儿 又发一条语音 放心了 我不会在学校用的 等我回家再备 自顾自演完了这出戏后 我才抬头看下林济阳 谢谢你啊林同学 说完 不等她反应 我就对屋内的众人大声说道 我请大家喝奶茶 你们想喝什么 这话一出 大家立刻欢呼 太好了 谢谢洛洛 我要喝柠檬茶 谢谢洛洛 我让社长帮忙订奶茶 我将钱转给他 我们是羽毛球社 我加入这里 主要是想运动一下 今天过来的社员不多 就五六个 他们也不会点太昂贵的奶茶 一百块便能拿下了 大家点了奶茶后 好奇问道 今天怎么突然请大家喝奶茶 我笑呵呵的 没什么 今天心情好 其他社员立刻打去 发生什么好事了 说出来听听 我没解释 只是继续笑呵呵的 反正是好事 他们也没追问 反正有奶茶喝就行了 只有林济阳看 我的眼神有点意味深长 很明显 他觉得 我是因为即将有两个包包而高兴 我虽然想将奶茶 泼到他的脸上 但我还是忍住了 拿到奶茶后 我找个借口就跑了 因为我暴露出的富贵 林济阳果然动了心思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他就坐到了我后面的座位 我无视他的存在 做出认真听课的样子 中途 我掏出手机 点进了某条链接 这是南极州的旅游行程 我将里头的风景图片放大 洁净的冰雪世界 特别的漂亮 很快 这节课结束了 我也收起了手机 我和室友往外走的时候 林济阳从后面追了上来 他笑嘻嘻地问我们 就快放假了 你们有什么计划 室友怂怂间 回家帮我爸妈摘果子 林济阳看向我 你呢 我呀 我笑了笑 可能去旅游吧 不过我还在犹豫 有几个选择呢 林济阳笑了 又是选择吗 一次拿下不就好了 快速往前走 啊快点 我都饿了 赶紧冲 当晚 林济阳的朋友圈 出现了我今天刷到的旅游信息 这是去南极州的旅游 全程20天 费用差不多要10万 下面不少人点赞并评论 杨哥是要去南极旅游 真有钱 大拇指大佬带我飞 林少带带我 我看着他的室友发的评论 心里冷笑 和我朴素的消费水平和形象不同 林济阳偶尔会炫一下腹 对于不明所以的人来说 他家境应该很不错 只有我知道 他父母只是普通打工人 他的所有富裕表象都是假的 我更恨了 假装有钱人的是他 误会的是他 破防翻脸的也是他 我冷笑一声 然后在下面留下一句评论 我今天也看到了这趟旅行 看起来挺不错的 可不是不错吗 这是他今天亲眼看到的呢 很快 他回复我了 我也很喜欢这个呢 我回到他一个握手的表情后 退出了朋友圈 接下来 我们的偶遇次数多了起来 不管是去食堂 还是去操场散步 都能碰到他 他也没说什么 就是跟我打了个招呼 我摇头一脸笃定 就是刚好碰上而已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室友很好奇 在他们看来 林济阳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他身材高大 长相也不错 加上表现出来的温和性格 有不少女孩子对他表示过好感 不过他都拒绝了 这样的优质男生对我态度不一般 我尽量地动心 他实在是好奇 这个问题也正中我下怀 我笑着回答 他挺好的 不过我们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妈不会让我远嫁的 我的男朋友得在我们那买房定居 好吧 室友也没多说 毕竟我和林济阳确实相隔太远 只是回到宿舍后 我发了一条屏蔽所有亲戚 尤其是我爸妈的朋友圈 我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但我不想和他那些生意伙伴的儿子在一起 他们一天天的就是乡车美女 没点正事 最讨厌了 很快 这条朋友圈就被林济阳点赞了 然后 我把这条炫富的朋友圈给删除了 当无事发生 第二天 我去了附近的商场 这次 我是陪闺蜜来买金饰的 闺蜜的妈妈要过生日 他找我陪他一起选 看着出现在商场里的林济阳 我更了悟了 前世这个时候 我也是陪着闺蜜一起来买金饰的 好像也碰到了林济阳 我的闺蜜才是实打实的富婆 我的家庭条件和她相差挺大的 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特别好 从来没因为钱的事情炒不价 那一次 他直接大手一挥 就买下了几十万的金饰 引来了不少关注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林济阳更加确定了 我是附加千金 毕竟白富美也是抱团的吗 至于他为什么没追求我闺蜜 应该是因为我闺蜜不好惹吧 闺蜜一头利落短发 手臂上还有纹身 气场强大 一看就不是好控制的女孩 林济阳这种想吃软饭的男人 可不敢对他有什么心思 怕自己控制不了 换言之 就是我这种软狮子最好拿捏 这一次 我要磕掉他的牙 我抽林济阳笑笑点点头 然后挽着闺蜜进了店里 我下巴一台 指高强 把你们店里最好看的金饰拿出来 闺蜜瞥了我一眼 有点惊讶 但我们是多年好友 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操作 立刻就配合起来 对 你们店里那些好看的拿出来 店员见我们底气这么足 立刻就笑着上前招待我们 很快 一盘盘的金饰就被摆在了桌面上 我抓起觉得最好看的几条 塞到了闺蜜的手里 这些挺好看的 好 买 闺蜜点头 很快 我们就挑中了想要的手势 看着这么多金饰 店员的脸都要笑僵了 我冲闺蜜点点头 行了 你去买单吧 这些就算我之前送你的礼物的回礼了 她的眼睛都瞪出来了 我掐了她一把 她瞬间了然 露出默契的笑容 行 你喜欢就好 很快 店员捧着刷卡机过来了 你好 一共消费65万7千元 闺蜜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刷了卡 店里提供送货服务 我们便手挽手离开了 出来后 闺蜜看向我 眼神里带着神问 我就装一下而已 我一脸无辜 闺蜜白了我一眼 也没深究 反正她已经习惯了 我的随地大小眼 我从商场随处可见的镜子里 看到了林济阳的身影 她还跟在我们后面 想到前世这个时候 她都是这么跟在我身后 我的背脊忍不住发寒 除了是想吃软饭的渣男外 她还是个跟踪狂啊 果然是人渣 这次 我亲自帮她认证了我的富有 就看她如何行动了 果然 我们在学校里见到的时候 林济阳的笑容更加真诚了 我知道 那是见到了金子的表情 我还是故作不知 过了几天 社团又有活动的时候 林济阳主动选择跟我一组 我忍着浑身的别扭 若无其事地和她一起搭档打球 打完球后 她凑到我的身边 一边擦汗 一边问我周六日有没有安排 我摇了摇头 我和我闺女好了 我们要去潜水 潜水 林济阳的表情微变 因为这种活动 在她看来特别高大上 简称费钱 其他人闻声也凑了过来 你要去潜水 潜水好玩吗 我笑着点头 我玩过一次 挺好玩的 最重要的是 那个教练特别帅 我捂着脸 露出一丝娇羞 其实 说这话的时候 我心里在打仗 毕竟前世 我是死在海里的 并还深重很 但看着林济阳 我心里都恨让我演技爆棚 教练很帅吗 其他女生被我的话触动了 立刻好奇问道 对呀 教练很帅的 尤其是那身材 嘶哈嘶哈 见我这垂涎的模样 大家不由地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 然后一起黑黑笑 我眼角于光看到 林济阳的表情沉了下来 我闲聊一般说道 其实吧 周六晚上 我发了条朋友圈 佩图是一个穿着潜水服在海里的男子 看不清楚脸 只能看到身材特别好 我真的超喜欢潜水 而且教练穿着潜水服的时候 简直帅到炸脸 要是他脱下面具后的脸 也能和身材一样就好了 还好 我的脑海里有带餐 哈哈 下面有人问我带餐是谁 我只是发出一个微笑的表情 林济阳也评论了 是我吗 墨镜刁烟 我回了他一个自压笑的表情 之后他没再回复 但我知道 他肯定自己带入了 毕竟我之前才说了 他比教练好看 第二天 林济阳找我问了潜水的事情 他说他也想学潜水 我心里笑了 然后热情的跟他介绍潜水的事情 期间 我多次提到 我想考教练资格证 然后又可惜 我的天赋不太好 我还夸他 我觉得 你要是去考教练资格证的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平时的动作多灵你啊 我真羡慕你们 林济阳明显心动了 过上几天 我听说他真的去学潜水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一脸赞叹 这行动力太强了 牛逼 只是谁都不知道 我心里在冷笑 要考潜水教练证 对林济阳来说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个难不是只学习难度 而是从学习到拿下证 起码要四五万的花费 对林济阳来说 这可是非常大的开销 在别人看来 他是个家境不错的高富帅 但我却知道 他就是表面光鲜 这笔钱 可不是他能轻易拿出来的 而且 为了维持他高富帅的人设 他是不可能问其他同学借钱的 至于问父母拿钱 那就更不可能了 他父母倒不是拿不出这笔钱 只是他们不可能 让他浪费在这种地方 那么 他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他只能上网去借 钱是 他就是这么做的 毕竟想要展现出最好的风采 钱可少不了 但那个时候 他并没有借多少钱 因为我根本就没发现 他的小心思 很快就被他的追求打动了 但这一次 确定了我的富有 又想得到我的仰慕 他可得付出不少 没钱 那就去借呗 我知道 他肯定是打着拿下我后 从我这边拿钱填补漏洞的心思 只要快点搞定我 他就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毕竟我可是白富美呢 但这一次 他的如意算盘可打错了 在他买了潜水课程 去上了两次课后 我就对外表示 我有了新的爱好 潜水 道歉 已经过了新鲜劲了 我搞这么一出 我明显能感觉到 林静阳脸上都挂不住笑了 能不气吗 毕竟他花了那么多钱 就准备一名惊人呢 我这个主角就表示要退场了 那他付出的那些钱和精力算什么 但他在生气 也得将这口气吞下去 毕竟我是有钱大小姐 喜好变来变去不很正常吗 要想追上我这个大小姐 没有付出 何来美好的收获 而且他已经报了名 钱退不了了 于是他只能咬牙继续去上课 因为他得去上课 周六日都没空在我身边转勇 我也感觉舒服多了 不过 这不过是刚开始 等他的课程上一半 我又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这一次 我爱上了滑雪 我在朋友圈里连着发了好几条 网上的博主滑雪的视频 配文尖叫 还表示想去滑雪 不知道朋友圈 有没有会滑雪的大佬 球带 滑雪真的太帅了 很快 我又发了条朋友圈 有没有谁想去X城滑雪的 咱们可以运气哦 很快 大家就开始点赞评论 林济阳的评论在里头并不突出 X城 我家就在那里啊 我微微一笑 上钩了 然后 我回复他 这要瞧 那你肯定很会滑雪吧 大佬球带 心血眼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和我近距离接触 林济阳怎么可能拒绝呢 他便撕敲我 他 你之前不会滑雪吗 我 不会 我一直想滑雪的 但我妈不让 说危险 但我现在成年了 他拦不住我了 字牙笑 你家就在X城 可太巧了 我一个月后准备去X城某某滑雪场滑雪呢 你有认识的教练吗 他立刻回复 我会啊 我教你就行 我 哇 好 我 不过 我只是有计划要去 但还不完全确定哦 他 没事 反正你要去的话 随时联系我 好 谢谢林同学 我收起手机 嘴角勾起诡异笑容 林济阳虽然是在X城长大的 但是 他没滑过雪 无他 滑雪的费用太高了 以林家的经济情况 他没钱去玩这么贵的东西 就算他之前接触过 也不会有太多尝试 更不可能多熟练 而他要想达到 可以教导我的地步 怎么也得练一段时间才行 要想达到这样的水平 钱也得花上不少 最重要的是 现在可还没放假呢 从学校到X城 可是隔了千里远呢 我们这里是南方 可没什么滑雪场 倒是有室内滑雪场 但很贵 而且里头的空间也不大 加上我已经点名了 要去那家滑雪场 他要是想在我面前 表现出他的实力 表现出游刃有余 最好在那边好好练习熟悉 但是 他要赶在我去滑雪前 熟悉场地的话 就得花不少时间和金钱 为了让他可以下定决心 我问闺蜜借了一条手链 戴在手上发了条朋友圈 这条手链是某个奢牌的 价值十几万 有同学认识这个牌子 留言评论 你这是将一辆车戴在手上啊 我回复对方 这是我闺蜜的项链 我只是进来戴一下而已 我可没钱买这么贵的链子 我说的是真的 但别人怎么想 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之后的日常生活 我没带过这条项链 但我搞了正义出后 林济阳还真的在周五下午 请假飞回了他老家 我知道 他是去学滑雪了 之后每个星期 他都飞回去一趟 一个月下来 花的钱可不少 而我 又在朋友圈发了几条视频 都是那些滑雪高手 在雪地上肆意飞舞的画面 我表示了 他不过是新手 却贸然挑战这样的高难度 不出事才怪 在他受伤后 我的朋友圈内容又换了 这一次 我爱上了滑翔伞 看到我朋友圈的变化 林济阳忍不住来找我 你不喜欢滑雪了 喜欢啊 不过没之前那么想玩了 我现在想去玩滑翔伞 那你还去滑雪吗 不去了 我的拒绝让林济阳炸了 你不去了 我本来想去的 但我妈准备那时候来个全家旅游 时间冲撞了 只能改期了 那你什么时候去滑雪 这个呀 我也不确定 可能明年吧 林济阳沉默了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但他没有底气说出来 毕竟我从来没明确答应过他 一定要去滑雪 他根本没理由指责我 第二天见到林济阳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但见到我的时候 他迅速恢复正常表情 跟我热情打招呼 我泰然自若地跟他打招呼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晚上 室友回来跟我们分享八卦 他提到林济阳 好像和一个女生走得挺近的 那女孩可有钱了 他嘖嘖感叹 其他室友立刻好奇了 谁呀 那 就是开宝马车的那个学姐呀 被你提醒 大家立刻想起来了 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大一届的世界 很有钱 平日里经常能看到 他开着宝马车在校园里走动 他长得也好看 神采飞扬 绝对的白富美 很多人追他 可以说 追他的人从这大门 抬到另一个大门呢 林济阳之前并没有去追求他 倒不是他多么轻高 而是因为他知道 人家有那么多追求者 他的追求难度太高 人家可是大家公认的白富美呢 林济阳之所以会追求我 就是因为我一直很低调 别人根本不知道我有钱 他想要弯到超车 可惜的是 我根本不是他以为的白富美 他付出的所有精力 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次 他之所以会去追求那个学姐 应该是因为他 已经花了不少钱和精力 去学习潜水和滑雪 他不想浪费了 要是能让那位学姐另眼相看 他也算是没败付出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绝对是他的想法 但是 我可不会让他得逞 他想要成功吃上软饭 不可能 第二天上课时 发现林济阳又坐在我们身后 我忍不住心里冷笑 果然是如意算盘打得响 这是两手抓 两手都不想放啊 课间 林济阳找我们聊天 我故作不经意的 说起滑雪的事情 林同学 你滑雪那么厉害 肯定经常滑吧 他谦虚一笑 还好啦 滑雪贵吗 我好奇问道 听说滑雪一次要几百块呢 是啊 差不多一个小时一百块 哇 真的好贵啊 我一脸惊叹 贵吗 林济阳的表情明智了一下 当然贵了 我重重点头 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还不到两千块 玩一次还好 我还能攒下一点 玩两次的话 我就没钱吃饭了 两千 林济阳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觉得要么是两千后加个万 要么是两万打底 但再怎么样 都不应该是两千一个月 这和其他学生有什么区别 他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重复问道 你一个月生活费多少 不是说了吗 两千啊 他的脸色扭曲了一下 你不是有钱人吗 啊 我一脸惊讶 别脸白手 我没钱啊 我哪里来的钱 我要是有钱的话 哪里用得着苦哈哈的骑自行车 怎么不得开辆四轮的车 我的坦白让他的表情彻底失控 你不是喜欢潜水和滑雪吗 对啊 我喜欢啊 我喜欢这些刺激的极限运动 我也想尝试一下 但可惜的是 我没钱啊 他的表情逐渐争鸣 你妈不是经常喜欢去旅游吗 对啊 他加入了一个广场舞团 姐妹们经常一起去旅游 不过 他们一般都没花多少钱 因为带他们去旅游的是保健品公司 他们主打的就是分币不化 我的有问必答 让林济阳一点点崩溃 我所有的答案和他的认知不一样 而我说完这些后 也走了 第二天晚上 是有句表情奇怪的 让我上网看点东西 我胡一弟点进去一看 直接被气笑了 原来 有人在网上爆料 说某个女大学生假装白富美 到处欺人钱财 骗人感情 整篇小作文看起来还挺有理有据的 要不是我是里头的主角 我差点都要信了 只看了一遍 我就知道 这绝对是林济阳写的 毕竟除了他 也没人会把这些事情弄到上网去 我只是觉得可笑 他到底哪里来的脸 说这样的话 我之前坦白自己是普通人 只是想气死林济阳 但我没想到 他还真的被我气到失去理智 竟然还主动上网爆料这件事情 他这是自己找死吗 因为这件事情 掺杂了男女之情 还涉及感情金钱 又有贫富之分 所以很快上热门 林济阳在评论区上蹲下跳 很快将众人的火力 给激活到我身上了 不过一个小时 我就成了骗人骗财的无耻女骗子 活该被千刀万挂 林济阳可能气得失去理智了 也可能是被网友吹捧的乱了神志 直接将我的各种信息都放到网上 我的电话直接被打爆了 我虽然没想到林济阳会这么做 但我知道真实的他 完全不像表面那么平和 相反 他特别的暴躁 这也是他前世会杀我的重要原因 所以 面对突来的网爆 我也不慌 我直接联系律师 在律师的帮助下 我开始收集林济阳对我的攻击 和信息泄露的证据 林济阳虽然会伪装 但他本质不是个多聪明 多有耐心的人 而且 他还很自大自傲 还特别会脑补 要不是他这么会脑补 哪里会因为我妹妹的一句玩笑话 而认定我是白富美 所以 他列举出的我的那么多条罪状 几乎都是他自己脑补出来的 这可太好解释了 我像是批改试卷一样 将他列举出来的罪名一条条进行解释 而且 很多事情都是他一想出来的 根本没有证据 那就更好解释了 这其中 稍微有点力度的 是我发出的几条朋友圈 他果然截图了 但是 这些朋友圈根本说明不了我在炫富啊 针对第一条朋友圈 我妈的生意伙伴的儿子 他们满脑子香车美女 这就能说明他们是有钱人吗 我没说过他们有钱 更没说自己有钱 别说他们了 林济阳自己不也满脑子这些东西吗 多少个男的不是这些想法 我吐槽他们有问题吗 哪里能说明我在炫富了 第二条 我说脑子里有带餐了 但是因为我想到了某位帅气的明星 这都不行 哪里犯罪了吗 谁说带餐是林济阳啊 他是不是太自信了 我给出了自压笑的表情 这代表的是嘲讽啊 第三条朋友圈 我手上戴了昂贵的项链的事情 不可以解释了吗 这是我闺蜜借给我的呀 我什么时候撒过这样的谎啊 被我一桩桩一件件点出来 网友们发现 我还真没说过自己有钱呢 相反 我还特别坦诚 主动说明那些昂贵的东西都是借别人的 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有钱 也没炫富 也没人觉得我欺骗了他们 怎么林济阳就有这样的想法 再说了 我和他就是普通同学的关系 偶尔在同一个社团里合作过 我就不明白了 我骗他什么了 而且 我也没花过他一分钱 相反 我还请大家喝过奶茶呢 他倒好 一分不花 还来怪我欺骗他 他才是在造谣呢 至于所谓的买包包和买金饰的事情 他就更没证据了 听完我的解释 风向立马反转了 毕竟林济阳拿出来的证据都是虚的 我的解释却是坚实有利的 与此同时 网上出现了关于林济阳的爆料 原来 林济阳在网上借了不少钱 前后加起来也有二十万了 二十万对他 对他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而且 对方已经开始催债了 电话都已经打到了林济阳的室友那边了 这下子 网友们都炸锅了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小丑是林济阳自己 网上的人才多得很 加上我找人放料 很快 大家就把事情拼凑清楚了 林济阳想要吃软饭 又因为一些误会 所以他把我当成了白富美 想要追求我 所以 他对我发出的朋友圈 说的话都进行了深层理解 但没想到 我只是一个普通女孩 家境普通 同时 别人来追债了 所以他直接破防了 网友们整理出来的脉络非常清晰 不是我骗人感情 是林济阳想吃软饭翻车了 两极反转 林济阳被喷得狗血淋头 他本来在网上很是得意 还有人因为同情他 想要给他打赏了 现在 他都不敢上网了 因为上面都是对他的怒骂和谴责 而在学校里 他也被众人唾弃 大家看他的眼神很是嫌恶 那位宝马学姐 对他更没有好脸色 毕竟宝马学姐是真的白富美 要是被这样一个恶心的男人沾上了 那将是一辈子的污点 但这还没完 我直接提起诉讼 告他诽谤 要他赔付我的精神损失 他吓得跪在我面前 让我原谅他 看着他那张脸 我心中的欲气减少了许多 但是 我才不会放过他 这种人渣 就该射死 很快 林济阳退学了 追债的人 给他认识的人疯狂打电话 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都射死了 根本没人愿意借钱给他还钱 毕竟大家不傻 才不会拿钱打水漂呢 因为闹得厉害 学校都知道了 所以勒令他解决好这件事情 他之前炫富的事情也被挖了出来 大家都知道了 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他在网上大大出名了 他想吃暖饭的想法 自然也失败了 别说吃暖饭了 他走出去都会被人唾弃呢 这下子 之前对我的网报 就落到了他身上 不是有人寄来一些恶心的快递 让他夜不能寐 然后 法院传单也来了 直接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等我从考试中抽离出来时 他已经退学了 等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某个工地里干活 满身的尘土 看着很是狼狈 他退学后 我一直紧追不放 法院也怕了他赔钱 加上他之前欠的那些债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因为他之前蹦跋得太厉害 所以不少人对他的脸还是很眼熟的 所以 他只能选择去工地干活 毕竟这里的人没那么多关注网络 我坐在车上 看着他已经不负当初青春帅气的沧桑脸庞 冷笑一声 关上车窗 开着车子离开